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Havist Hill Park 这是一个新的社区 然后造了很多的那个Apartment 这边Condo 然后这里有新的一个小朋友玩的一个游乐场 然后还有一个新的网球场 我们去大家玩网球吧 住在这边上太舒服了 走走几步而已 就到网球场啊 然后到这边的那个小朋友的一个游玩中心啊 那你去玩别的吧 反正网球场也是免费的 没有人打 想打就来打 后面就是那个 后面一个就是一个游玩小朋友游玩中心 所以这就是 最新的一个社区我们这边Havist Hill Park 这主要是公寓和Townhouse 其实它这边的Townhouse 都已经建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这边是三层的Townhouse 我们待会回来看 左手边应该是Townhouse 右手边应该是公寓房 这边叫Condo 它说Condo的show home this way 所以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边都其实都造的 这边都应该都是Townhouse 然后show home就应该是在前面 然后还有一部分地方还在造 这边就是Townhouse 这里就是那个公寓Condo 好我们进去看一下啊 这边就是正门了 好我们现在进来了 这边我们就看一些样板房 然后这是第一间 好首先大家可以进来 可以看到这边就是一个超大的一个 开放式的厨房 哇带出兵器的 然后烤箱 这边是抽烟烟机了 当然对吧 烤箱 微波炉 哇我真是觉得说 这下面是洗碗机 他们就有点夸张了 我觉得 这么小的一个房子里面放个这么大的 一个厨房 台面 有点夸张有点夸张 啊 这是进门进门的右手边 然后是我们的洗衣房进门的右手边 这个西房 其实还是挺宽敞的 不知道为什么要两个叠在一起 它是可以放下来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权位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权位 厨房不仅是厨房 而且还是个饭厅 然后前面是个客厅 客厅这边 后面就没有什么景了 后面是一个封起来的一个院子 好然后 这边肯定是储藏间了 这就不用想了 然后左手边这个应该是主卧 主卧这里边 还是配有两个 那个 sink 男主人一个 女主人一个 啊 然后里边是那个 closet 这是你的衣柜 然后还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领域 这边出来之后 这边是另外一个房间 出去到这个阳台 这个是可以出去的 但是也没什么景 也无所谓 然后这里边 同样还是有一个 小小的衣帽间 好这样基本上大概 这是一间apartment 大概是 两室 两室一厅的感觉 然后我们接下来出发去看 第二个 第二个好像我记得是最大的一个 然后进来之后 左手边 先是一个伸进去的一个 洗衣房 这洗衣房 太舒服了 超大 右手边这边是个全侧 我感觉 我感觉它这个好像可以做两个洗手台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带一个小花的帘子 好 好 这先竟然先是一个全侧 之后呢就是我们进入我们的大厅了 在这个厅之前呢 右边还有一间客房 客房 同样客房也是带closet 客房也是不错 好 这边呢是它一个主要的一个 等于说 大家主要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地方 厨房 然后做的这个台面也是非常的夸张 非常大 厨房还是很漂亮 很干净 我自己也超喜欢这种白颜色的台面 很漂亮很干净 我现在不喜欢黑颜色 希望白颜色的台面 这边呢厨房这边有个pantry 就是个放吃东西的地方 然后这边有个小小的操作台 同样厨房里的烤箱啦 固定性的微波炉啦 冰箱啦 洗碗机啦 灶头啦 等等 我就最喜欢这种 好这边你可以看作是一个厅 也可以看作是两个厅 它等于说这个面积是比较大 这边等于说是一个小的一个 一个客厅 然后这边是一个小的一个餐厅 好这个房间 好然后这边还有一间房间 它现在是做成了像书房一样 但是你完全可以 因为它是有一毛间的房间 所以你完全也可以把这里做成是一个卧室 没有问题 好我们看两间客卧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看一间主卧 主卧 就这样吧 然后这个门还是很有特色 我特别喜欢这种门 突然进来也是一个 左手边是卫生 左手边是那个淋浴 然后右手边 两个洗面台 然后就是closet 就是放衣服的地方 跟那边是一样大小的 好这个样本房应该是整个里面最大的一个 它几乎是 它是有三室两厅 请记得点赞 订阅 转发 谢谢